现在我们的配置可以看一下啊 3090 然后处理器是时代i9 然后我们打开模式 这个怪会不会把我卡崩 好 已经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了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东西叫做药粉碎片 我们拿它可以做药粉铁钉 从而搞出药粉保重 我去 怪有点多呀 哇哇哇哇 太可怕了 12个药粉碎片 我得疯狂又见 30个了 我的 先和平一下 先和平一下 这怎么还有鸡啊 这地狱里面还飞出鸡来了 兄弟们 药粉碎片一共有35个 8个药粉铁钉是 88 64 我这35还差点 这么多战利品袋啊 我的天啊 把战利品袋咱们塞到这里边 先塞到这里边 里边应该会有咱们有用的东西啊 比如说墨影之眼之类的 虽然说我已经有了 等等我好像没有了 就好像有了 算了 不计较这些 先把药粉铁钉刷够 这样研磨刀的材料才够呢 太爽 有这个开袋器就不用咱们手动开了 你看 战利品在底下自己就开开了 我们从里边只要选出有用的东西就可以 非常的方便 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关注哦 先评后看养成习惯 每一个表情包都能为叶峰增加点播放量 感谢你们的支持 好 这一批就算完美结束 然后我们再凑20多个就够了 24个吧 不对 我这数学不太好 算不过来了 不管这么多了 再放一批怪 希望别崩端 求你了 别崩端 什么都好处 直接开始右键 39个 41个 47 是卡的吗 我去 52 54 61 好64 够了 别崩别崩别崩 求你了 好 没崩兄弟们 还算不错啊 里边的战利品袋也是有点多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多余的战利品袋呢 给它烫掉了 就不用要了 因为我们手上这边还有一箱子战利品袋 还未处理 找个时间我们可以处理一下战利品袋 现在先把里边多余的给它烫掉 多余的咱就不要了 从门口开始 烤鸡了 对不起 给大家表演了一下 如何烤昆 太可怕了 这里边的好 还烫不掉 我昆哥怎么变成肉了 兄弟们 还熟了 直接就当着我面就熟了 这太熟了兄弟们 自来熟啊 这主意是 我都不认识它 它就跟我自来熟 熟透了 来我看一下 药魂宝珠 这个怎么做药魂铁钉 加点铁就能做药魂铁钉了 兄弟们 等等 这数量有点不对劲呢 这数量有点不对劲呢 怎么是四个尾一圈 兄弟们太久没玩八刀剑了 数量都记不清 我一下做出了16个 那我也可以做两个 两个了 我可以做两个 那个叫什么来着 魔剑研磨 两把刀 不过只有一条魅力 所以咱们这有点多余了 说实话 这塞进去 然后烧一下 给你摸笔无私染料 行吧 这个可以吧 再给你来根加索我吧 这烧着多带劲 接下来我们这个已经得到了 就要去拿到那个魔剑研磨 这把刀估计攻击力不太够 我那个梦影蛋呢 我们有一把刀 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把 我们要用专用小木剑 去做专业的事情 打败魂龙就靠它了 药魂宝珠已经准备好 放到我们箱子里 莫的传送门 我记得还差几个 我看看咱家有几个啊 我来瞧眼 八个莫的传送门 差四个 那咱们就不找莫的传送门了 我们通过境运方块 什么东西给我们开除这四个呢 是这个吧 谁记得是啥呀 我去了 我用开过哪几个方块 好像是这个 对对对 玻璃方块 虽然有点坑 但是这个能够开出 莫的传送门 只差四个 应该是它吧 我记得普通方块 我没开多少 所以应该没有出过 几个莫的传送门 我去这什么 躲开躲开 这钻石怎么剪不了啊 拜托 黏性钻石 其实这个钻石 它可能有点问题 对 哈哈哈哈